陳時中接受專訪提到說 因為我們為什麼要開放 因為我們要互相尊重 互相尊重 我們才有更多的談判空間 那洪廷提到了 我們要公平 平等 互相尊重 但美國把美國豬塞給了我們 然後又不告訴我 你要給我什麼 美國有尊重台灣嗎 沒有啊 你很尊重他 他一點尊重都不給你 待會後面我會告訴你 這個蕭美琴 蕭代表 還有我們的王美花部長 在跟美國的官員 視訊會議的時候 講得好好聽 都自己講自己爽 人家理都不理你 這我們後面再來慢慢談 來 我們先請教議員 昨天我看到 這個包含縣長在內 還有很多的同業好朋友 大家都義憤填膺 就是因為 好像太阿爸 硬要進來就進來 所以目前 依據您的了解 是有真的打算 用一些更激的舉動 希望政府來傾聽這些 豬農朋友的聲音嗎 要講這個之前 我先跟各位觀眾朋友 還是說我們所有的來賓在講 一個觀念 不是聽陳時中他講的 說吃幾年 大家都很清楚 在幾年前 傳統市場 如果有任何新聞說 有口蹄液的豬肉 傳統市場就崩盤 完蛋 對 人家連買都不敢買 在我們農業首都 你說我們的用藥指數 這一點點 只要聽到有一點點的 有關於身體在吃的東西 人就不想買了 連碰都不敢碰 哪有所謂的說 你吃十年吃二十年 不要亂講話 昧著良心 做官做官這樣也悲哀 我發現這幾年 台灣這一片土地 好像有人為了當官 或者是為了某人 他的想法 一直在改變你自己的理念 這個是個悲哀 這幾年台灣 尤其在今年 有兩個事情 我覺得是很看不過去的 第一個就是說 拿著國人的健康 來換取世界的什麼地位 你拿我們台灣國民的身體健康 來換你們說的世界地位 我問你的台灣人做了感想 我們口罩明明不夠 又要拿著口罩 去做國民外交 我們的食安 我們長久以來 我們對食物的管制 包含對用藥的一個 約束跟限制 導致我們台灣在食安要吃 這個食材方面我們的要求 讓我們國人很放心 你今天既然又為了說 你要去凸顯什麼國際地位 然後來出賣我們的身體健康 我覺得是很糟糕 一個我們的衛福部的部長 他應該去關心的是什麼 我們國人要怎樣吃才健康 我們的國人 我們的健康要怎麼樣的去維護才對 我們的食安是給他把關的 結果他既然跟你講說 我們要換取國際地位 你覺得這樣子的部長 你自己想清楚 你自己媚者良心說 你這樣子對嗎 這是我們鄉下 我們比較爭人 我們說話比較頂 像在豬籠的角度的話 各位社會觀眾也要很清楚 在做生意人 他是沒吃牛肉的 所以有時候在吃牛的 攝取量並不是非常普遍 大部分的人都會選擇吃豬 甚至也有人講過一句話 你們應該有聽過 兩隻腳我沒吃 對 兩隻才沒吃 所以大家的依賴 都是依賴在豬肉 所以在台灣這邊 主要站在所謂的民間信仰 一般傳統的做生意的觀念 還是務農的觀念來講 豬肉的攝取量 確實會在肉品裡面 占很大的依賴數 還有我們的1997年開始的時候 我們的口提議發生 然後口提議發生到現在 這都別再說了 很不簡單 我們在2017年的時候 我們怎麼說好 比較快 因為我們都說中華民國好了 我們在中華民國100千年的時候 我們很不簡單 我們的豬肉在100千年的時候 107年的時候 台灣本島跟澎湖馬祖地區 那時候我們是149萬頭豬 那時候我們的豬肉 豬肉單價是73塊8 那在108年的時候 這個是一個重要的關鍵點 108年的時候 我們就是正式要申請拔針 拔針就是說 我們的豬肉還要出口提議疫苗 然後我們那時候是跟OIE 提出認證 我們已經是非疫苗地區了 非疫區了 所以這也是說 我們台灣這片土地各機關 包含我們的農業 包含我們農民 對口提議的防堵 我們做了非常大的努力 所以我們剔除了非疫區裡面 好不容易要穩定這個租價 在各位好朋友再回想一下 在去年的時候非洲豬瘟 非洲豬瘟嚴格控管 包含我們要出入境的管理 嚴格到怎樣的程度 我們台灣好不容易逃過了 非洲豬瘟的影響 那時候在海邊看有這麼低 在那邊看有這麼低 怕要死 又帶來 台北書跟我們要戰爭 台北書跟我們說已經 可以核彈爆發的感覺 那種的緊張 那當天 所有的肉品市場沒有人敢買 你別再跟我說 你要吃10年 別跟我說這個 這我也沒聽 我們也逃過了非洲豬瘟的 一個危害 台灣好不容易又走到了今天 重點來了 在109年的時候 我們的地價 延伸在為期在79塊多 為什麼在109年3月的時候 台灣的租價忽然之間崩盤 到58塊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剛好中美大戰發生了 中美貿易大戰發生了 美國原來要輸出到 中國的這些豬肉 這船沒有辦法進到中國去 然後這些肉品轉來亞洲 各個這些小國家 台灣一定有進來的 我們今天站在這個立場說 不是說你美國豬 還是你的肉品 其實大家都很清楚 我相信螢幕 包含各位來賓都很清楚 我們真的是反對瘦肉精 我們真的是反對我們所謂的 這個是對我們有害的一些 這些東西 當然我們再次強調一件事情 這一次各位來賓也有講 你開放美的豬肉進來 會不會影響到我們的傳統市場 我就已經列舉了 我們在107年的時候 我們的租價都是在73塊 甚至到拔租的那一年 108年的時候 我們的租價已經來到了79塊.33 我們申請拔租之後 最好笑的也是各位來賓 可能不清楚的 那時候我們的中央續產會 中央續產會還到我們鄉下 跟我們所有的豬農講說 你們可以增揚 那時候我們就都有信心 我們豬農就開始增揚 增揚就是說情侶又刺 結果你到今年 你說你要開放美國豬肉進口 美國豬肉進口之後 你大家都可以看 現在我們的平均價格在70多塊 一下子又開始下降了 我們也正式跟所有的國人講 因為我們是農業的一個縣市 我們縣長跟我們地方的所立的議員 我們也沒有經過議會開會 都沒有 也沒有臨時會 都沒有 我們就直接宣布 將來不管你中央命令怎麼樣 在我們雲林縣 只要我們的傳統市場 只要我們的超級市場 只要我們的 你只要看得到的架上的肉品 含有我們的所謂的瘦肉精 或者是任何跟美 不要說美豬 只要跟我們傳統的標準 是不一樣的 我們堅定開法 我關你母法怎麼規定 我們捍衛我們國人的飲食健康 這是我們第一步要做的企圖心 你不要跟我講說 你跟母法抵觸了 不用 我老實跟各位觀眾講 大家健康顧慮比較重要 其他我覺得並沒有那麼重要 謝謝 這個說得真好 這個是在地的新生 然後剛剛我們議員提到幾個 我上網查了一下 口提議 好可怕 傷害台灣豬 不行 非多豬瘟 院長那時候還拍做什麼梗圖 幹嘛 幹嘛 有沒有 蘇貞昌去那邊不是很生氣嗎 蘇貞昌那時候上任第一天 氣死了 說這個傷害台灣豬 傷害台灣人民 結果你知道嗎 口提議幾乎不會傳染給人 我現在講豬都傷害 大家都傷害 都傷害豬 豬的豬農的心血 豬的品質都傷害 可是在對人的部分 口提議幾乎 我說幾乎 自己上網查 不會傳染給人 非洲豬瘟 根本不會傳染給人 這兩個基本上對人體 沒有影響的疾病 現在美國的瘦肉精要進台灣 他就是會對人體造成傷害 你張開雙臂歡迎 你的標準是什麼 我們的豬農那麼辛苦 逃過了口提議 逃過了非洲豬瘟 結果我們的政府說 來瘦肉精 萊克多巴胺 趕快來摧毀台灣的豬肉市場 趕快來傷害台灣人民的健康 我再說一次 非洲豬瘟民進黨打得多大力 他不會傳染給人 萊克多巴胺 卻會對人體造成影響 但你張開雙臂歡迎他 這個邏輯 這個標準 又是什麼 來 民進黨在野的時候是反對的 國民黨執政的時候也是贊成的 國民黨現在在野也是反對的 民進黨現在執政 這也是沒錯 這是什麼意思 這個就是說 這個議題就隨著 這個不是政黨的一個什麼 基本價值 就隨著執政的價值而改變 好 那不管怎麼樣講 現在民進黨執政 我就是要去承擔 所以賴清德講得很清楚 賴清德 我平常他講話 我都不是那麼重視 但這次我滿重視的 他說蔡英文的承擔 勇敢去承擔 請大國人多多支持 他講這個話 他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議題本來對執政者 就是很大的一個挑戰 很大的壓力 是 這個不否認 從阿扁馬英九到現在蔡英文 每一任的總統都受到這個議題的壓力 不管怎麼樣講 就是說整個這個事情 還有幾個月才會正式進口 這幾個月有一些人說 說已經定調了 沒什麼問題 多多溝通就好 我不這樣子認為 我認為說 整個驚濤海浪才慢慢在形成中 從網路反應是最快的 網路的部分大概是 是這個贊成與反對的比例 是那麼的懸殊 也就是反對開放的這個比例 是那麼的大 所以這一些大概 民進黨的這個官員 恐怕也不能好像 就一句話 我好像陳其中 昨天有講一句話 就說請大家不要做太多的政治操作 這個絕對不是單純的政治操作 四個字就可以化解掉的 因為這個疑慮 不管是人民 對這個瘦肉精的了解 對整個這個食品安全的重視 那都會形成了一個所謂的風暴 那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 這幾個月會怎麼樣發展呢 誰也說不準 那我是吃豬肉大小孩 我們鄉下本人 我台南 那個時候我們也不敢吃牛 也捨不得吃牛 牛是我們的生財的器具 第一 我們是養來吃的 養來賣的 那個時候 台灣就出現過很多的問題 第一個 抗生素的使用 濫用 所以這個 那個時候也引起很多的討論 另外一個階段 就是生長激素的一個使用 這些後來都被政府做管制了 那在養豬的過程中 這種瘦肉精現在在國際上 並沒有很高的共識 這是一個確實 台灣既然選擇要走這條路 那就必須要特別的去做到一個 我認為 站在人民的立場來講 做到一個所謂的資訊揭露 你有沒有辦法做到資訊揭露 才是一個關鍵 如果說台灣 譬如說美國牛肉 你就把它搞清楚弄清楚 有一些人就喜歡吃美國牛肉 那OK 他自己去選擇 現在美國豬肉的 所謂韓瘦肉精的標示 能不能做到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是一個很關鍵 能不能做到 如果能夠做到 能夠標示 剩下就管理上的問題 台灣或許在壓力 國際的壓力上 確實在這個時刻 被逼要去做一定的決定 既然做這個決定 民進黨所承擔的就是 承受這個風暴 這是一個政治 如果你要回歸科學 回歸這一些什麼 吃幾輩子都沒有問題 這個是科學 這個科學的話到現在 世界上沒有人敢說 因為這種瘦肉精 沒有人有幾輩子 不是 這是這種藥品 這種藥品的使用期間太短 它沒有辦法那麼充分的 顯露出來說 這個藥品的安全性 使用累積下的一個安全性 所以為什麼歐盟不接受就是這個 你沒有一個完整的一個 科學的一個基礎 所以我不願意冒險 那是歐盟有能力選擇 台灣沒有辦法 包括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所以現在標示清楚 才是比較負責任的做法 如果說連標示都不能標示的話 你這個進口就不負責任了 對 我覺得這個歐盟 為什麼到了目前都堅持反對 因為歐盟的理由很簡單 他說所有的數據 都是你美國人提供的 因為這個是你美國的一個廠 自己做出來的 然後是美國人在使用 美國人在使用 結果你的所有的數據 都是美國人提供 而且樣本數就有六個 他說沒有人是這樣子 就把我們的身體拿來開玩笑 所以對於歐盟來講 他們不接受美國的這個藥廠 他們所提供的這個數據 所以到目前為止歐盟就拒絕 事實上有大部分的醫學家 也都認為這個是有問題的 萊克德巴胺按照他們的結構 他們的化學生物的結構 他們認為是不行的 所以你很清楚的看到 中國大陸不行 俄羅斯不行 歐盟不行 所以當美國要把豬肉賣到大陸去的時候 因為大陸是很大的市場 需求量很大 您知道很清楚 美國是沒有用瘦肉精的 所以美國的豬農 是可以做到不用瘦肉精 美國一週22%的豬有瘦肉精 對 78是沒有瘦肉精的 為什麼一定要賣給台灣 就是要含有瘦肉精的 因為美國人不吃又沒想到賣 就只好給台灣 所以台灣人就是要吃 因為美國跟我們是好朋友 台美關係歷史新高 所以我們要買 吃的會更安全 所以我們看到歐洲人 俄羅斯人 大陸人 他們都是吃 沒有瘦肉精的美國豬 而台灣就是一定要吃 有瘦肉精的美國豬 這點邏輯 可能要請蔡英文 來對我們做一個解釋 第二個 我覺得剛剛議員講得很清楚 我們好不容易擺脫了 口提議的限制 我們已經解除了 台灣的豬很安全了 我們的豬肉的食品加工 在國際上是很有競爭力的 在大陸市場是很有競爭力的 在台灣的內部的市場 也是很有競爭力的 結果你今天一旦開放 含有瘦肉精的美國豬肉 進台灣的時候 沒有人能夠保證 你的這些食品加工 是不是用這個有瘦肉精的 沒有人能保證 沒有人保證的話 我們消費者會失去信任 一旦消費者失去信任 在台灣的內部裡面 我們對於這個豬肉 我們的使用量就會下降 在大陸那邊 從台灣進口過去的 也就是台灣出口過去的豬肉 不管是這個生鮮豬肉 或者是這些食品加工 大陸人當民間下的時候 對我們的養豬婦 會不會產生很大的衝擊 剛剛局長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就是說現在是90% 可能再過幾年 台灣豬可能只佔40%或是30% 這樣的情形下 再加上消費者的不信任的情形 請問一下我們的養豬的產業 未來該怎麼辦 有時候我就在懷疑 民進黨是不是有意思背後 我當然這是懷疑而已 我再強調是一個懷疑 推論民進黨背後是不是想要把台灣的 養豬戶的這個產業 讓它在我們的市場 我們的生產基地中消失 你為什麼會這樣懷疑 因為當它的市場越來越小 大家不敢用台灣的豬肉 不敢用吃豬 然後台灣的 這個對民進黨有什麼好處 不是 台灣的豬肉沒有好處 它的土地會釋放出來 釋放出來給誰 這個地方很多 因為本來民進黨對於這個 因為我覺得沒有理由 要把我們台灣的這些養豬戶 砍成這個樣子 我覺得我想 我怎麼想都想不出 有什麼理由要殺掉我們 我跟老師報告 現在民進黨裡面有些朋友 這個說法當然也沒錯 但是總覺得這雙貌雖怪怪的 他們說為什麼要這麼做 其實政府是在給養豬戶一個 自我提升的契機 養豬這個事業能夠更上一層樓 就是現在這個關鍵時刻 怎麼樣更上一層樓 就是美國豬的挑戰 逼得他們必須更上一層樓 所以便宜的半價的美國豬肉進台灣 衝擊到台灣的養豬戶 那又加上標示 沒有辦法很明白的情形下 我們也都不知道哪一些養豬戶 是我們台灣人的還是不是 還是進口的 我們都不知道了 那這樣的情形混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消費者的信任度會下降 會下降的時候 我們現在台灣面臨幾個很大的麻煩 剛剛俊一談到了好幾個 我覺得都很重要 因為每一個醫學家 他研究的就是說我單純的抗生素 或是多少含量 對人體是可以容納的 請問一下我們的農藥含量 一定含量下可以容納 抗生素一定含量可以容納 生長激素一定含量可以容納 現在再加上一個瘦肉精的一定數量 可以容納 你哈啦啦的加起來 我們又是一個台灣 我們吃東西又是砸死的 我們一盤菜裡面有蔬菜 有豬肉 有雞肉 雞肉可能有抗生素 又在標準的含量 豬肉又有瘦肉精 又在標準的含量 我們吃來吃去的時候 我們全部都超標 我們的內臟全部都壞掉了 我覺得這個也是也很奇怪 但是我最後提醒各地方的 縣市政府 你們要記住一個原理 這個原理就是 行政命令不能夠抵觸法律 法律高於行政命令 所以地方政府依法執行 嚴格禁止售肉精 你是依照法律 而如果蔡英文總統 頒布的是行政命令 這個時候對不起 法律未接高於行政命令 你可以依法執行 保證你的縣市 完全沒有售肉精 這一點我覺得 雲林縣的議員王佑正的 插一個字好朋友 我知道兄弟 我覺得這一點是 縣市政府可以依法律 因為法律高於行政命令 你可以依法律禁止 任何含瘦肉精的東西 的豬肉 不管是生豬 還是食品加工 進入你的管區內 你有法律可以做 所以地方政府要硬起來 有法律